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号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呢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中国的经济情况 一起来看到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现在这一次世纪罕见的疫情已经冲击了中国和世界 而影响几乎取决于病毒本身的生命力 同时也与人类的防控效果直观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备受瞩目的十四五规划正在悄然走近 文章指观察人士说 这一场规划关乎未来五年的中国 除了强调高质量发展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交互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恐怕也会成为北京决策者的考量因素 所谓的五年规划前身是五年计划 从五三年开始以来已经发布了十三个 被视为中国特色纲领文件 同时呢也是外界的观察者来看到中国经济社会走向的风向标 而中国官媒曾经披露 五年规划非在朝夕之间完成 比如说十三五规划 编制工作就历时了三年 分为多个阶段 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等等 而十四五规划呢 是中国进入所谓新时代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的首个五年规划 因应新形势 预计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提法 其实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 李克强曾经主持召开十四五规划编制专题会议 释出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高水平编制好规则 把发展机遇研判准 把困难挑战分析透 研究推出一大批重大政策 一批重大改革开放举措 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等等信息 而现在呢面对突如今来的卫生情况 十四五规划的编制恐怕也受到了影响 但是似乎并未停步 明报报道 根据多个地方传出的资讯显示 规划有关工作仍然在推进 目前呢编制处于四个阶段中的第三阶段 也就是中共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廖江审议十四五规划建议 而明年的全国两会会由人大代表表决通过文本 并且对外发布 所谓的五年规划也会涉及香港 现在呢香港的舆论一项关注 特别是涉港内容 而在十五计划中 香港首次被纳入 并且有简单表述 其后的规划涉港篇幅逐渐增多 而国家发改委还有香港政府为此也一直有互动 而现在香港正面临着健康情况 并且还有此前的修例风波后续等多重挑战 而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高层人士不断变动 显示中央现在对于香港工作的重视 希望一国两制事业在总结经验改革调整中困难前行 可能是北京方面的最新立场 而明报文章表述 现在综合研判国家的所谓十四五规划 港澳台可能仍然单独成篇 而涉及香港内容可能会有新的论述 文章认为全面落实一国两制 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深化港澳与内地合作 同时提升港澳在国家大气局中的独特作用 这些原则是不会变的 而在实质性的措施中 粤港澳大湾区恐怕仍然是建设的要点 下面要继续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美国相关的一条消息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表示 不要质疑美军的实力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美军航母报告有水平感染了新冠病毒之际 美军参谋长联合主席米利上将警告说 不要因此就怀疑美军的实力 他表示美军的战备能力仍然强大 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 这是在周四在五角大楼的一个全体会议上 警告潜在对手 在这场危机中不要误判美军的战备和作战能力 米利上将当时表示 我们的战备能力仍然强大 任何人不要怀疑美军在必要时 做出回应和保卫美国人民的作战能力 我们有军力并且已经采取适当的缓解措施 比如我们的核战略部队正在减缓 现在卫生情况的影响 还有其他军种反应部队高端软件等 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适当的应对措施 我希望世界上的任何人不要以为 美军的战备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显出削弱了 实际上没有 米利上将还说 虽然罗斯福号航母上出现了水平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 但是如果需要应对世界局势 罗斯福号可以相当迅速的重新执行出海任务 他还表示 我们的战备能力没有被削弱 根本不会让国家遭受其他威胁 现在外界有一些那样的说法 我只想说明的是 我要确保每个人确信无疑 美军的战备能力仍然强大 无论是什么样的威胁 我们仍然有能力应付 而且做好了准备 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副主席约翰海滕空军上将表示 我认为罗斯福号不会是仅此一例 我们有太多的军舰在海上航行 也部署了太多军力 一艘核动力航母上就有五千名水兵 如果认为感染的情况不会发生 那就是没有再好好准备 我们必须要做的是计划好如何在这种周围有疫情的情况下运作 而海滕上将还证实 准备出海到太平洋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也出现了他所说的很少量的新冠病例 而海军方面也正在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他表示航母只是美军总体作战能力的一小部分 美军的整体联合作战能力能够确保随时应对挑战 而目前停靠关岛的罗斯福号航母上 有四百多名水兵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有一名水兵需要住院 但是另外三千一百七十名水兵被证实没有感染病毒 而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 五角大楼每天都会针对新冠病情举行记者会 并且公布军人受感的最新数据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重启经济相关的信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打开钱袋子 比如美国公布了一项两万亿美元的救援计划 而欧洲国家已经各自展开支出闪电站 日本批准了近一万亿的刺激计划 然而在二零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 中国已斥资五千亿美元刺激经济 帮助世界经济重启而闻名 但是这一次行动却相对克制 在帮助企业留住员工 并且推动国有银行增加放贷 但是始终没有大规模支出 以及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 令人奇怪的是 这个国家也基本上没有直接向人民提供资金 曾经谴责在美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川普总统 倒是签署了法案 其中包括向除罪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一千二百美元的支票 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其实应该做得更多 著名经济学家呼吁北京让中国消费者重新开始消费 至少有七个省市现在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 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 而政府顾问林毅夫在上周的会议上更是发出呼吁 认为中国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一种必须尽快使用 否则会一文不值的消费券 以此提振经济的增长 他表示消费券是比直接发现金更有效的方式 因为人们拿到现金可能不会去消费 所以不会直接转化为需求 这样做除了可以帮助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厂工人 也是为了帮助中国受过高等教育 而且日益壮大的白领阶层 目前仍不清楚中国需要扭转的颓势有多么严重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庞大的经济在今年二月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此前病毒最初在武汉爆发并且蔓延开来 而在四月十七日中国将公布今年前三个月的经济数据 届时可以会看到所受的经济全面影响 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种停滞早已宣判了不计其数的就业岗位 以及小企业的命运 而这次呢重启经济将比二零八年之后困难得多 当时中国公布了五千八百六十亿美元的一览子支出计划 为全国的高速公路桥梁还有高铁提供了资金 使得大型的建设项目成为可能 而钢铁玻璃和水泥厂等都加紧生产以满足新的需求 自那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了两倍 变得更加的多样化和复杂 而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也更加高 对体力劳动热情更低 而服务业变得更加重要了 现在呢病情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特定行业的人负担的 比如餐馆酒店运输公司电影院还有旅游业 而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会吸收 在疫情受影响最严重行业工作的人 除了这些支出 政府还发放了两万亿美元的新贷款 并且采取其他措施 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的信贷 结果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就成为了世界上负债最多的经济体之一 而不论是中国内还是中国外的经济学家都警告 这一些债务其中有很多隐藏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账目中 可能会扰乱金融体系并且阻碍长期的增长 即使是中国加强了国内经济 也还在需要应对外国对其产品的需求不足 但是北京现在几乎没有直接向公众提供任何的经济援助 由于工厂的出口和国外的订单中断 有许多制造业的员工不再加班 而以前加班费占到了他们工资的三分之一 而在周三早上中国最后一个处于大规模封锁的武汉解封了 然而许多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 人们也被劝说避免外出就餐 或者是为其他的服务买单 而孕育的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杭州 在发放电子消费券方面还是比较积极的 在过去两个星期五的每个早上 居民都去上网获取带有五张消费券的红包 可以通过阿里巴巴的电子支付系统支付宝 在餐馆还有商店使用 由于这些消费券的有效期仅仅是一周 领取之后就需要迅速地用掉 而不是像美国发放的一千二百美元的支票一样 有一些人会把它存起来 而消费券红包是由市政府提供资金 这时候这些消费券的当地企业将得到报交 但是每个红包中的每张消费券价值都比较小 而现在有经济学家表示 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大规模的发放消费券 到底是不是如此 我们拭目以待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的知名抗疫专家 钟南山 所做出的最新表态 他在下午表示 病毒感染不看人种 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 而群体免疫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也行不通 未来肯定会有外来的输入 大城市如果要完全清零是不可能的 在境外输入问题上 他特别表示 境外输入的风险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风险不等于现实 特别是刚从发生疫情 而且发展较快的国家与地区来的人 往往传染性会比较高 他说这对人群 只要采取严格的监控和追踪 一旦发现就隔离 同时对接触的人进行严密观察 那么这样就算传染过几个人 也不会造成爆发 同时在提出病毒的变异规律时 他说即使是一般的呼吸系统到夏天会降低 目前其实是采取两种干预措施 首先就是针对疾病本身 对此情况应该考虑尽快研发出疫苗 但是这又取决于欧美政府所采取的态度 第二是欧洲经过教训已经比较重视 不管是封城还是居家隔离 保持社交距离都是重要的措施 但是美国现在每天仍然增加两万人 而对此大家都比较关心 而关于核实复工复学 钟南山则认为 首先是要看本地区发病减少到非常少 再就是来看到外来输入的控制情况 假如外来输入控制的不错了 那么情况也就差不多了 同时他在和专家进行线上交流时 还表示现在新冠病毒的基因已经发生突变 非常适应在人体内生存 而且传播力比较大 比起流感又高出二十倍以上的死亡率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话 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